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行吧 我承认他难哈 他确实难 那个 坐上来同学 拿啥方法做的 用到地规了吗 你仨用到地规了吗 用到 这年来用了吗 高雷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不是 谢谢谢谢 咱黑猫白猫抓着号都好猫 好吧 好吧 行了 浅度克隆不讲了 浅度克隆不说了 直接说深度克隆 咱就写个方法啊 叫deep clone 我那天研究了一下 我不是手挫了吗 还真是打在马打的 我这小母指老用力老用力 然后后来不知道哪一下用力又 就用的一下过猛了 就磋伤了 后来贼逗我同事跟我说说这算 讲课伤的算工伤 行吧 所以说你们回去敲代码说别用力过猛了哈 用力过猛 就是什么 代码打不快被敲键盘什么 被砸键盘哈 尽量克制点 你可以砸别人键盘对吧 哎行了 深度克隆需要俩参数 和浅度克隆一样吧 两个参数必须有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origin 第二个是target 我录像了吗 录了吧 咱考虑一下 咱先把这个深度克隆这个过程 把这个步骤先弄出来 先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obj作为这个原始对象 里面有name123 nameabc 然后里面有ageage123 这都是原始值 这无所谓了 这么写着了 然后有card card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有viser 有master 然后他还有一个 son son是个对象 对象呢 别的 他还有web web是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个name name可能也是 namebcd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son son还是个对象 然后son里面还有个name叫aa ok啊 行了 这是一个标准对象 我想把这个对象呢 克隆给另一个对象 克隆给这个obj1 来 好了 大家会准备啊 咱人为的考虑这个过程 我把一个对象考给另一个对象 想深度克隆的话 咱上课基本上说了一个提醒大家一下 他说把这个对象里面的值 还可以说挨个便利一下 对吧 便利完之后 每一次便利的时候 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你这个当前值 比如说现在我要把obj 里面的所有值 考给obj1 我现在第一遍看的就是obj 你这个name 是原始值还是引用值啊 对吧 说把它所有的这个属性都便利一遍 对吧 第一次看你是原始值还是引用值 是原始值引用值 原始值吧 原始值杂政啊 原始值是不是直接考虑行啊 等于obj点name吧 是不是直接考虑行了 原始值之间的一个拷贝 是不是战内存的拷贝 是直接复制值过去对吧 引用值也是战内存复制 只不过复制的是一个D值对吧 所以说那个不行 行了 然后A值是不是也直接123 对吧 到card这怎么办 是不是得判断一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原始值 是吗 是吗 不是吧 是不是咱第一步 咱先看哈 第一步咱干的干嘛 咱刚才第一步干的干嘛 判断是不是原始值对吧 判断是不是原始值 一会儿再把每一步 给它代码画就完事了 card不是原始值吧 是引用值 如果是引用值的话 第二步干嘛 如果是引用值的话干嘛 引用值可能有两种吧 咱如果上次只做两种对吧 只做数组和对象的 再得判断它是数组还是对象吧 对不对 判断是数组还是对象 对是吧 判断是数组还是对象 然后呢 如果是数组的话 是不是建立新数组 如果对象的话 是不是建立新对象 然后建立 建立相应的数组 或对象 看这数组对象 数组吧 数组放这 对吧 然后呢 建立一个新数组 然后呢 然后干嘛 看里边 看里边咋看 看里边是不是还是刚才这么看 然后听我说一句啊 同学们挺好的 这块 建立一个新的引用值之后 你就把这个原始的这个引用值 当做一个被拷贝对象 把这个新的空数组 当做一个拷贝对象 再一次进行深度拷贝 看好啊 当你这块建立完空数组之后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原始对象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要拷贝的对象 进行这个数组 对这个数组的再一次拷贝 能懂我意思吧 把这个引用值重新当做一个对象 再次进行拷贝 这样的话 判断的过程 是不是就循环了 是不是重新从刚才的第一步开始走了 先判断你这数组里面的第一位 是不是引用值啊 如果不是引用值 是不是一个拷贝 如果是引用值的话 看你是引用值引用哪种类型啊 是数组还是对象啊 是不是到这块的开始循环了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看哈到这块 好我是个数组 要考你这个数组 然后里面是啥 是不是看一遍 都是原始值吧 都是原始值的话 是不是把那个东西考过来就行了 OBJ1.card 点不用 第0位对吧 OBJ 什么 OBJ吧 OBJ card 第一位 能听懂我意思吧 然后干嘛 看下一个YF吧 YF是啥 是原始值吗 不是吧 是对象对吧 先判断引用值 然后判断是对象 判断好了之后 建立一个空对象对吧 然后干嘛 然后类似的 是不是做这个对象 到这个对象的拷贝 对不对 上面对象到这个对象的拷贝吧 然后紧接受判断过程 又循环了 干嘛第一步 先看你这个对象里面的每一个值 是不是原始值对吧 一看第一个NAME是不是原始值 是吧 是之后 是不是直接拿过来 对吧 第二个是原始值吧 第二个不是 不是是不是建立新的对象 然后再把这个对象 到这个对象的拷贝过程 是不是循环一次行吗 是不是都是循环的 这块 这块能听懂吗 没问题吧 这块 行了啊 这块能我再说一遍吗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来等会完序听懂了吗 啊 行我再讲一遍啊 来看看 我们现在想把这个OBJ 考给这个OBJ1 首先呢 咱们想考一个对象的话 其实要考里面的一个属性 对吧 既然要考里面的属性 我就把每一个属性都拿出来 看看这个属性要怎么考 对吧 咱说了属性它分两种 有原始值 有原有这个引用值 对吧 我首先第一步 把这个属性全拿出来的话 是不是得便利 便利一遍之后 挨一遍看一遍 对吧 为什么要挨一遍看 就是要看每一个属性 它是引用值还是原始值 对吧 因为原始值需要特殊的拷贝 然后当第一个值是原始值的时候 就是先第一步 实现第一步判断哈 判断第一 判断每一个值是不是原始值 对吧 如果是原始值的话 是不是直接考了就 不需要顾虑太多 对吧 原始值直接考了 这个ABC 然后呢看第二个属性 第二个属性 是不是也原始值 A值原始值对吧 直接写着了 然后看第三个card 是原始值了吗 是不是第一次判断 它不是原始值了 不是原始值的话 是不是得判断 它就是引用值呗 是引用值的话 咱就得看一下 你到底是哪种引用值 对吧 你是书组啊 还是对象欲联 对吧 然后呢一看是书组 是书组的话 是不是我建立一个新的书组 相应的对吧 空的吧 一定得是空的对吧 然后干嘛 然后才是重点吧 然后是把原来的书组 和现在要被拷贝的书组 当做一对新的要拷贝对象吧 对不对 然后再一次进行刚才 循环判断的步骤 步骤吧 把这个书组里面的每一位 是不是都变了一遍 对吧 变了一遍 然后看看这个书组 是不是符合要求 然后是不是这么拷贝对了 对吧 书组里面每一位 是不是巧了都是原始值 是不是写着就行了 写着就行了 然后看外不是对象 是不是建立空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再抛开 看看里面的每一位是啥 对吧 第一个是原始值 那些了第二个引用值 直接这么写 然后算 对吧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对吧 主要来说是不是就三步 是不是就三步 三步之外的 是不是就开始循环重复这三步了 对吧 循环重复三步 然后咱先别着急编码 第一步哈 哎行咱先说吧 首先实现咱把这三步用代码来实现 判断是不是原始值 首先第一步得便利吧 是不是便利 首先第一步得便利 便利 这个对象 便利对象用什么 用 for for in 循环吧 是for in 其实这个for in 我不知道你们回事没事啊 for in除了可以便利对象以外 也能便利输组 是什么 其实书组的for in 说书组是个 咱没有属性名啊 没有属性名 咱能for in吗 比如说A B C 我跟你讲也能for in哈 你were一个PROP in ARR 那这样ARR PROP 这个PROP 每次代表应该什么东西 每次代表什么东西 哎 他的所以位吧 第一次代表0 1 2 那东西是吧 他就这样哈 书组也能for in 因为书组他也算特殊类型的对象 对吧 啊 书组也能for in啊 比如说for in 是不是可以通吃这个书组对象 对吧 来去 啊 然后咱看啊 编码 判断是不是原始值 咋判断 利用什么东西判断原始值 利用啥 啊 利用啥 利用typeof吧 是不是typeof一下 对吧 是不是利用typeof 对吧 如果你是object的话 怎么着 你是引用值吧 如果你不是object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原始值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n n n的话咱先不考虑 最后都是在补充的 是吧 最后都在补充的 就是是不是拿typeof看断 看的结果是不是object的 对吧 就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然后接下来 再说了 咱基本上哪有一个属性的值能等于n呢 是不是基本上没有 对吧 等于n的话那你还不复写了对吧 那我考你干嘛 行了 然后判断是疏祖还是对象怎么判断 几种方法 三种方法吧 那个绿小针 说一种吧 一种都不记得 你不记得不记得吧 你还从灯红往去 还能告诉你吗 你想想 啊难了 那你说一种吧 嗯 Instant solve啊 Instant solve 是一种对吧 咱说Instant solve 直接复习一下 Instant solve是判断什么的 判断a是不是b构造出来的对吧 但是实际上不能这么想对吧 他是看a的圆形这 因为a是个对象 b是个构造凯着对吧 他是看a的圆形这有没有 啥 b的圆形吧 对吧 Instant solve一种 好 Instant solve 然后呢 iToStream是一种对吧 然后呢 Constructor对吧 Constructor 咱们在用的时候 听说咱们在用的时候 这三种都行 但是我建议大家用这个ToStream 因为这个Instant solve和这个Constructor吧 它有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基本上咱一辈子不会遇到 但它确实是有哈 这个问题是啥呢 咱们上所有学到后期的时候 会有夫子域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页面里面 未必只有一个页面 可能还有个子页面 比如说iframe 我把百度引进来 我这个页面里还可以包含一个百度页面 有一个夫子域 夫子域的一个跨域的一个访问的话 或者跨域 比如说子域里面的一个 比如说子域里面的一个数组 它是否属于负域里面的 就是子域里面的数组 放到这个负域里面的Instant solve 那个大的数组 合不合适呢 它会答应false 就这个夸夫子域是不行的 咱后期会讲这个问题 就这个Instant solve和这个constructor 比如说子域里面的一个 子域里面的一个空数组 Instant solve Instant solve 复域里面的array吗 答案是false的 懂意思吧 正常来说应该是true的 但这种答案是false的 能懂意思吧 夫子域是false的 只有这个tostream 没有这个毛病 只有tostream没有这个毛病 也就是说万无一时的 还是说tostream吧 万无一时的tostream 然后第二个 判断数组对象 我写错了 应该写到这 然后建立 我建立就简单了吧 建立是不是简单了 OK啊 那咱写吧 紧接着可以写了对吧 然后循环低规的过程 最后一个低规 低规那一会再说吧 第一步 咱先做点预备工作 做点预备工作啊 首先融个错对吧 怎么融错 把这个target 等于target或者 对吧 是不是这个货运算符 咱这么写 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吧 你前面有用你的 没有的话是不是后面的 对吧 这是货运算符一个应用啊 咱后期货运算符 对这个值的一个应用 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这样 然后接下来还干嘛 是不是得 咱得以后可能要用到 update点 prototype点 toStream 是不是肯定会做这个东西 一会儿点Core 对吧 咱为了防止这个东西太恶心了 就是每次写这么一长串都麻烦呢 咱把它引用出来 这样可以吧 是不是这个就代表后面的引用了 对吧 那之后咱就toStream点Core 是不是行了 对吧 toStream点Core行了 然后这个东西得出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得经历比对 比如说 你是跟数族比对 还是跟这个对象比对啊 你要数族比对的话 可能出来是这个东西 array 这个update对吧 就看你跟什么比对呗 对吧 咱把这个东西弄成字母串 咱把这个东西弄成字母串 然后呢 给它储存起来 为了一会儿比对啊 作为一个结果 咱试试是不是这样了 看写不写做 update array对吧 反了 我觉得也反了 opdate oray 咱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嗯 哦 真的白读写着了 这不要哈 ok ok啊 这块写 object.prototype.toStream.core 放个数组进去 是不是object array 对吧 把这个字母串拿过来 一会儿为了 为了比对吧 对吧 为了比对吧 看看到底是什么 行了 紧接着是不看第一步了 咱就开始便利了吧 便利啥 war prop in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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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en 对吧 是不是它是原始对象 要拷贝到tarlet的身上 对不对 跟上我思路啊 嗯 然后呢 然后是不是找第二步 判断每一个值是不是原始值 咋判断 哎 在判断之前 我是不是上上课说了 我说这个 但凡是一个放音循环 咱都得怎么着 得跟个啥东西 得判断一层吧 万一你把人家圆形链的东西 拿出来了呢 是不得 什么 origin origen as on property 把谁放进去 把prp放进去吧 如果是处的话 咱再进行下一步判断吧 对吧 如果你不是处的话 是什么 代表你是原型上的属性吧 原属性我不想拷贝啊 行 然后现在呢 是不是得判断它是不是原始值 咋招咋判断 放过号prp 怎么着 那结果是不是等于 object的吧 如果是的话代表引用值对吧 else呢 else是不是代表原始值 原始值的话咋等 直接负怎么负 target prop 等于 origin prop 是不是这一下就把原始值搞定了 没问题吧 是不是搞定了 能跟上我思路吧 刘新月呢 是 我知道在那我能不能跟住 来 接下来哈 接下来是不是到引用值里面了 是不是这个二和三都是被引用值准备了 对吧 第二步判断是书组还是对象 就是如果你是你是引用值了 好 是引用值我同意了 我是不是接下来的判断是书组对象 判断完了是不是得建立一个相应的 用吗 嘉庆 好 能干什么 还行啊 哪不行了呢 困在会儿 你大大声大大声 has own property 可以尽量写 这里边不好说 咱们写的是一个方法的抽象 你不知道未来传进来的对象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尽量把方法写全的 这是一个克隆方法的一个抽象 方法都是抽象来的吧 方法就是要应用于任何的情况吧 所以你未来你传一个对象的时候 有可能你这个对象就有原型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尽量得写 这个方法干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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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对对对 如果不是 哎 谁说的 谁说的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上半个视频没看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任何东西是 有原始值 有对象 对象有原型对吧 但是原始值还有包装类呢 你在包装类上添东西 这不也能拿出来吗 对吧 行了啊 行了 我要接着说啊 那个网络不懂下课来找我啊 然后看这儿 接下来干嘛 判断数组对象吗 咋判断 已知这个origin propt origin的property 已经是引用值了 我现在想判断这个引用值 是对象的引用值 还是输组的引用值 咋着 是不得咱图子军一下 图子军一下 谁叫图子军 是originproperty 是把它图进去 让它成为主体 对吧 然后它会得出一个 结果吧 得出一个返回值 对吧 当这个返回值等于 alry string 写好了 等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输组 对吧 那是得异服一下对吧 异服一下你这样是输组 输组的话 我就建立一个输组 iOS的话是建立一个对象 哥哪建立输组 哥哪建立对象 在谁身上 在target的prop身上吧 是不是这等于输组啊 是不是这块等于对象 是把它的输组对象 是把它的输组对象建立完了 然后接下来干嘛 是不是 哎呦我鼠标那是了 啊 然后接下来干嘛 第三步是不是就完事了 第三步完事之后 第四步干嘛 要递归了吧 想想刚才他说递归是啥过程 递归的话 比如说这个数组 考给这个空数组的话 是不是就是把 刚才这个已有的数组 当做一个原始对象 把这个当做一个被拷费对象 他俩递归就完事了 然后这俩对象也是 是不是把一个这个对象 当做原始对象 把这个刚才这个空对象 当做一个被拷费对象 就完事了 再次进行原来的过程吧 原来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深层拷贝 这个函数是不是深层拷贝 而这个函数有没有出口 每个是出口 什么情况是出口 else 当它是原始值的时候 是不是就出口了 那接下来这块咋写 deep clone 然后呢把谁传进去 这回origin是谁 origin是谁 origin是谁 origin origin prop吧 然后 target是谁 target prop吧 是把它俩再一次当做这个过程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的话 它是不是又开始走这样的循环了 判断你每一位是不是原始值啊 如果不是原始值的话 如果是原始值的话 是不是就烤了 就到终点了吧 如果不是原始值 是不是再次进行这样的过程 就来回绕圈走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深层拷贝 这是一个深层拷贝 咱先试一下结果 咱图个心安 把这个全干掉 来 注释开哈 咱最近上一部好电影知道吗 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星战哈 能看吗 星战一个前传出了 知道吧 啊前传出了 据说还挺有意思 我也没看的 objobj1 回车 咱看看obj1哈 是变这样了 咱看obj1 car的是不是俩直 obj点obj1点car的 我再给他push一个abc进去 然后看obj1的card 是不是还是俩 就是他俩互相没影响吗 是不是深层拷贝已经实现了 对吧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就是你的对吧 引用值也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对吧 完全是分开了 对吧 跟他没刮钩了哈 所以这就是一个深层拷贝的一个过程 啊这就是个深层拷贝的过程 然后咱稍微完善完善啊 稍微完善完善 呃完善哪呢 如果说你没传target的话 咱是不是最后要把这个target给 给return出去啊 是不是target的return出去啊 target ok啊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吗 是不是nine的问题 是不是有个nine的问题对吧 nine的问题在哪判断啊 是不是这块 对吧 这块 就是如果你是object的 然后还怎么着 咱是不是得判断 什么叫什么叫引用值 得是你 不是nine 而且你typeof还是object的吧 是不是这我才能完全确定你是 所以前面是不是得加一条 加一条叫origin prop prop 绝对不等于 nine吧 是不是得绝对不等于 由于是类型转换的不行 对吧 绝对不等于nine 并且 是不是后面的才行 是不是俩条件叠加一起 这才叫一种完美的形式吧 保存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没影响了 你看看obj 是不是还这样 是不是咱obj1 obj1 我看啊 啊 我函数也一直行了吧 是不是先这样 然后obj1 看看 对吧 是不是没啥影响 没影响吧 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一条 把这个nine的情况 是不是就跑出了 绝对 绝对等于是三等号 绝对不等于是一个碳号 俩等号 反正都是三位 长度是三 绝对不等于 ok 是没问题 这个过程啊 没问题吧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已经讲了够细了 回去你要不懂的话 下次你过来问我 或者回去你看看啊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在这块 我再讲一个三目运算符 把这三目运算符 我现在讲 咱们往后啊 会有个三目运算符 是为了节约咱们操作的 这个三目运算符 长得这样 一个问号 一个冒号 有的人可能知道 对吧 这是干嘛的呢 三目运算符的问号前面 是一个条件判断 然后判断是走这个冒号前面的 判断否走冒号后面的 并且 会返回 会返回值 什么意思啊 比如现在 现在啊 一大于 零吗 一大于零吗 如果是的话 返回二加二 如果不是的话 返回一加一 我拿一个东西来接收一下 那这个他会执行 这个先执行三目运算符 他的判断顺序就是 一大于零吗 问号后面是的话 就走就走二加二 并且把二加二的结果返回 然后不看冒号后面的 能不能是吧 否的话他就会 走冒号后面的一加一 能不能是吧 那是还是否这个 是吧 是不应该返回四 把四返回到NAM里面去 所以现在这个NAM 就等于四了 能不能是吧 NAM等于四了啊 然后这一块 如果说一大于零吗 啊不是 刚才是一大于零 对吧 一小于零吗 现在一小零 一不小于零对吧 一不小于零是不是那样 就是二了 也就是说三笔算符 它是一个条件判断 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义符 等等是吧 并且这个义符比义符高短 为啥比义符高短呢 它除了可以说是走前面的 否走后面的以外 它还能把这个值给你返回 它是不是相当于 IELTS义符里面加Return 它说比义符要强大一点 对吧 这就是一个义符IELTS 前面就是条件 这是义符里面的 这是IELTS里面的 对吧 并且它会把值 把这个运算 把这个 表达式 把这个表达式 运算完之后 还会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 对吧 这是三笔算符 这没问题 我不会太多说吧 然后咱写个复杂点的 一大于零吗 问号 然后 十大于 九吗 没完事啊 等会儿 没完事的 来看 一零 二 哎 最后返回结果是啥 最后弹目是啥 别的了 十大于 咱先看一下哈 十大于九吗 大于吧 不这么写了 来 来 这样 字符串和数字比绝对会先转换成数字哈 字符串和字符串比最后换一下 告诉我先算哪个 一定能先算括号里面对吧 括号里面算之后的啥 这括号里面是不是又是一个三目 三目最后返回的结果 是不是十大于九吗 十不大于九 字符串十是不大于九的 字符串比的话是比逐位的阿斯克马 这叫两位字符串 这叫单位字符串 这叫一先和九比 这叫两位的 这可不叫字符串叫一零 字符串不叫十 能懂得说吧 这是两位信息 字符串比的话 会比每一位的阿斯克马 首先第一位阿斯克马 他就没有这个阿斯克马大 所以 是不是十是绝对不大于九的 十是小于九的吧 在字符串里面 对吧 再强调一遍啊 十是小于九的 逐位比阿斯克马 然后 是不是零 反回零吧 那最后呢 一大于零吗 是不是一还大于零 是不是也是 是不是零 没问题吧这个 OK吧 往这下 这立下记忆力还挺好的哈 然后接下来为啥说 现在讲这个三分预算符呢 讲三分预算符 为了把刚才这个东西简化一下 来看咱刚才写这个东西 哪块能被简化成三分预算符 是不是 是不是这能简化 怎么简化 最后谁要拿结果 他给他PRVP吧 是不是他要拿结果 对吧 等于啥 等于是不是拿他判断 他是不是判断 把他拿过来 放到问号前面说完事了 对吧 哎呀 对不用加过号对吧 不用加过号 直接问号对吧 直接问号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对下来完事了呗 就这样完事了 看看到底需不需要加过号 看看 看看现在 出不出错啊 看现在出不出错 发心 不出错吧 不出错那不用加哈 一般这种非常长的式子 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运算符的这个优先机啊点啊等号什么优先机发生混乱 咱们一般这种特别长的没自信的咱就加扩号 对吧 一般没自信加扩号哈 反正你加不加也没错对吧 你一一再扩起来一个一 你再扩好几层也没事 对吧 对加扩号稳妥点对吧 因为这你看有什么这个比较符号 有问号什么的 对吧 因为有的符号他能发挥出多个意义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报错了 让他试一下哈 好不好使看看 OK 是不是也好吃 对吧 也能来的 也能保证出来啊 行了这是三分预算符 三分预算符 OK没问题吧 那这样的话简化这个电码那是不是就无比简单了 你看看就这么短 就完事了吧 对吧 完事了啊 行了 给五分钟时间你们看看这个函数啊 给五分钟时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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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